在陕西惨霸最早 过去的都是谁 都是徐明给弄过去的 孙几海 包括克萨莫里奇 为什么这个礼仪 后来跟孙几海他们搭下来了 因为他的礼仪也受损失了 那么孙几海后来 这个球队又到了这个 贵州了 叫贵州 茅台啊什么的 贵州人和茅台 最后他跟高宏波又掐下来了 但是走的也是谁 又是高宏波 你看看吧 对吧 戴勇哥戴修利 孙几海上 这个孙子 他就跟这些人都搞到一块 对吧 他就被别人当枪使 高宏波主教练 你可别忘了 当时在车上 直接就说孙几海 你可以退役了 明年你就不在我的名单里了 最后谁走的 高宏波走了 高宏波都拿了冠军 拿了东西 对吧 你以为这里面 是吧 是你们看见的吗 没有用 他里面所有的这些 内在的东西 都是交织在一起 因为孙几海认识戴国 认识戴修利 在主教练和球员的争斗当中 那你带队成绩再好 你也搞不掉 所谓的这个球员 你也不掉 我现在恰不掉